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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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在红色的布置布上画出小汽车的形状 画好后我们把它剪下来 好小朋友们接下来这个步骤呢 我们会用到剪刀 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呀 注意安全 没错 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然后我们在黄色的布置布上画出车灯 车窗车窗 车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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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窗以及车轮 然后把它们把它们沾到车窗窗 然后把它们粘在小汽车上 接下来我们要在小汽车的顶端 底部以及车轮上分别打孔 现在我们用绳子把风铃管和小汽车连接起来 那今天我们是用这个五纺布来做风铃 我来问问小朋友们 那风铃是用什么来发出声音的呢 用风铃管碰撞发出的声音 是不是很好 风铃有风铃管 风铃管相互碰撞就发出了美妙的声音 那我想很多小朋友们都见过风铃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都见过怎样的风铃呢 我听过木质风铃声音 我听过玻璃风铃的声音 我听过贝格风铃的响声 你们听 风铃的种类可谓是五花八门 但是呢 同样都能给我们带来美的听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啊 是 好 一起来做吧 接下来我们来装饰一下风铃 在两张颜色不一样的布织布上面 画出两朵大小布衣的云彩 我们把画好的白云剪下来 现在 我们把两朵云彩粘在一起 接下来 我们在云彩的顶端和底部打出小口 最后 我们用绳子把白云和小汽车串联在一起 这样 我们的布衣彩粘就做好了 让我们来一起玩一下吧 我的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的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做的这个比较立体啊 对 这是咕咚吗 这是小狮子 咕咚是小刺猬 有很多观众朋友们经常把咕咚搞错 我觉得它是狮子 其实它是小刺猬 那今天红果果做的这个是狮子 而且是三面的 但是呢 确实看着非常可爱 一点都没有这种凶猛可怕的感觉 好 来看一看我的 一定是参考了我的这个三面效果 做了这个 我是四面 纯立体的一个童话小屋 对 下面这个风铃还多了好多 因为什么呢 风铃要挂在哪儿 挂在房子屋檐下 这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做得非常好 上面是太阳 好 来看一看小鹏的作品 来拿起来 展示一下 晃一晃 发出好听的声音 我们做的是小汽车 好 做得很棒 来为自己鼓鼓掌 小朋友 真好 好的 小朋友们都学会了这个作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它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用布置布做一辆小汽车 第二步 将小汽车和风铃馆用线连接在一起 第三步 用布置布做装饰 并用线和小汽车连接在一起 这样 漂亮的布衣风铃就做好了 好的 欢迎回来 我听说啊 场外的小朋友们也做了很棒的手工作品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好的 剪刀 发指 捧一捧 我们学会来 剪刀 花笔 图一图 我们学会来 大家好 我叫晴文艺 我今天四岁了 这是我做的小兔子风银 它的脸是粉色的 它的耳朵是紫色的 你们看我做的风银好看吗 大家好 我叫周洛轩 今年六岁了 这是我做的蝴蝶风银 是不是很漂亮呀 大家好 我叫赵童蝶 今年五岁半了 这是我做的青春风银 你们听听它的声音 来自山东省腾州市 在这一条位置 这是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那现场的两位小朋友 表现得也很棒 那今天也要谢谢 我们的亚亚老师 谢谢 谢谢 最后呢 让我们大家一起 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来说 食指拇指胖胖 食指中指并拢 做把剪刀剪剪 我的手指好营活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中华戏曲好精深 由我来传承 小花蛋 请早起来 什么今次照 抽一个油口 什么玩笑 像我擦件是什么玩笑 头衣的叶质 是什么玩笑 新早起来 点花今次照 出一个油口 桂花香 变成撒了头花粉 头颜的颜值兴奋红 什么关节 什么怪狼 什么怪的帐子 什么怪的床 什么怪的枕头床上当 什么怪你如此不漫妆 红怪节 被有怪狼 感情没在帐子 像鸭花的床 鸭鸭花的枕头床上当 红星花的路的 红窗窗窗 大石八蛋糟 八蛋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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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是大哥 嘿 我是摩尔 大哥 摩尔 大哥和摩尔 摩尔 你在看的是滑雪比赛吗 可是运动员们怎么只踩在一块儿学吧 滑雪板上呀 这个叫做单板滑雪哦 运动员用一块滑雪板在雪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 是一项超酷的运动呢 哦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哦 你快带我去看看吧 单板滑雪比赛分类较多 大致可分为竞速和技巧型 常见的竞速比赛有平行大回转 它的比赛线路长度是400至700米 宽度至少40米 高度落差120米至200米 一般设置18至25组旗门 分为红色旗门和蓝色旗门两条赛道 运动员们以S型路线进行速度比拼 竞速型的比赛还有障碍追逐 运动员们从起点出发后 滑行通过一系列的障碍 比如这个波浪道 雪霸 小跳台等 哇 太帅了 我要去问问 我身边谁会滑雪 我也要去学滑单板 哈哈 期待你的成果哦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哪些小动物擅长滑雪吗 我觉得小企鹅滑雪最厉害 因为它们都是住在冰天雪地里的 我觉得小猫咪滑雪很快 它特别的灵活 我觉得北京熊滑雪最厉害 摩尔 小朋友们说的太有意思了 我竟然不知道这些动物朋友们 都是滑雪高手呢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呢 对了 还有更厉害的单板滑雪 我们还没看呢 是不是有空翻的那种 我都等不及了 没错 这种就是技巧型的比赛 常见的有两种 像这种在一个U型的雪槽中滑行 比赛时 运动员沿着赛道左右逃避 从一侧滑向另一侧 在空中完成空翻和转体动作 这种叫做U型场地技巧比赛 还有这个 运动员从一个很高的跳台起跳 然后在空中完成空翻和空中技巧的 就叫做大跳台比赛 裁判会根据动作完成的整体效果打翻 看起来真是太刺激惊险了呢 还有一项技巧和速度结合的项目哦 这个项目由跳台 杆 行台等一系列障碍组成 叫做扩面障碍技巧比赛 这个难度更高了 既需要完成高难度动作 还要比拼速度 没错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了解了什么运动呢 丹丹滑雪 没错 下期节目 我们还会继续为小朋友们介绍其他的知识 一定要收看哦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咕噜咕噜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铃铃铃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铃铃 哈哈哈 铃铃 赶快让我们来看看 又有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 好的 铃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叫房嘉颖 我平时喜欢看书 我也爱出门散步 探索生活中有趣的事情 咱们一起来散步吧 咕噜咕噜 小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放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 点击关注智慧术 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哦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 再见